海军S拐动C反潜直升机发生了重落地的意外 造成了四人受伤 其中机工长刘尚军全身2-3度烫烫伤 面积达到95% 一度是装上了易克膜抢救 但伤势仍然不见好转 昨天晚间家属决定放弃急救 让他留最后一口气回桃园老家 而他的军中同袍也在医院外头含泪送别 场面十分哀期 海军司令部证实 刘尚军在昨天晚上的11点01分宣告不至 而在今天也送抵桃园殡仪馆 穿上西装打领带参加朋友的婚礼 还是一如往常帅气登场 他是海军S拐动7反潜直升机机工长刘尚军 曾经的同学回想起来都感到万分不舍 曾经的学姐字字句句充满不舍 回忆起当时写下连跑腿都能跑得有声有色 清水沟也是清的与众不同 真的不曾想过失事的机工长竟然是你 在家属陪伴之下刘尚军准备回家 国军总议院左营分院外身穿捐服的士官兵同胞 审情I7排成两排要送刘尚军走这最后一程 海军S拐动7反潜直升机22号训练时重衰落地 导致4名军官受伤送医 其中机工长刘尚军全身有95%三度烧杀 而急救过程一度装上液克膜抢救 没想到伤势还是持续恶化 家属舍不得他继续受苦 23号晚间6点多就决定放弃急救 直到11点01分机工长刘尚军宣告不治 医院也为他打了一剂强心针 让刘尚军能够流一口气回到桃园老家 羌人泪水呼喊任务结束 帅气身影也将永远留在大家心中 记者高雄做好报道